第302题 302题基本上难度相对的又比前面来的困难一些 不过基本上我想还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逻辑 首先的话第1个302题目是回圈、偶数、廉价 顾名思义,它基本上就是要把某一个range里面的资料做一个累加的动作 而且它还告诉我们说它必须要是偶数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题目说明里面它说依输入词计算偶数的总和 OK,所以其实这就题目里面的意思 那第二个的话设计说明里面呢 它这边有提到说请使用回圈 但没有说一定指定是for回圈或者fire回圈 其实这里面for回圈或fire都做得出来 然后呢输入两个正整数 a跟b 而且它这边还有提到说 a它是小于b的,所以a是比较小,b比较大 比如底下这个14,14h就是a 然后b的话就是1144 然后利用回圈呢 从a开始的偶数 连加到b的总和 跟各位讲一下 这里的话你也不要去想到防呆的问题 反正它输入啦,你就照底下的输入就对了 因为题目没有要你做任何防呆的处理 比如说呢输入1 a如果是1,然后b如果是100的话 那输出结果就会是2550 OK,就是2到100 把这个结果输出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那程式部分的话基本上 并不复杂啦,因为如果会写的话 其实for回圈不外乎就是一个输 我们有两个输入,所以a跟b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跑一个什么了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OK,所以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理论上我们就用for回圈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固定来说 1,拖揽一下 把a跟b稍微先拿来用好了 前面也用 然后开个新的 这个文件 然后呢,首先的话我们就 先 产生a跟b OK 那a跟b有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用 你可以用画回圈啦 不过我前面讲过 如果是范围的话 那用for回圈是最恰当 所以你就打一个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就是清单 这个清单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你要产生 哪一个到哪一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range的话一定是从a开始 然后呢,到哪里为止呢? 到b的下一个 特别是说 为什么下一个呢? 因为b的下一个停下来 你不能到b 因为到b 他就停了,他就不帮你了 他就不帮你了 所以记得b的下一个 OK 然后呢,如果是偶数的话呢 那记得 中间间隔要是2 特别注意啦 因为呢 他没有特别提到说 到底 你要不要防呆啦 所以 你就假设 他输入的一定是偶数 开始 偶数结束 OK 所以有a有b 然后再来就是 给他一个范围 特别注意 其实有固定规则啦 你有时候就是 照着那个将来给他 那个 就是考试时候的那个题目 的规则 你就照这样的方式 那如果他累加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会需要一个累加的一个 再来就冒号 Enter 那累加的话就在这边做累加的动作 那累加我需要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在这上面先增加一个 变数的初始值 OK 那比如说我就在那边加个 ans等于0 好了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那个sum sum等于0 一样的道理 有没有 1加299 那我在这上面增加一个 让他可以累加 那累加的话 我可以写什么 ans ok 然后呢 等于 ans自己本身 所以这边的话加 ans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加上i的值 ok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当这个a a假设是 他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范例好了 比如说这个a的值 假设是14的话 他会先从14开始 所以你就 ns里面假设0的话 那就是他怎么样 把那个0加上 14 加完之后的值呢 帮我存到前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中间的这个等号 意思就是把什么 把后面运算的结果 帮我存到前面去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设他 ns0 这个14 存到前面就变14 ns里面的话 他本来是0 那因为他是个变数 所以盖过去变14 那再来的话当然因为step2 所以呢 i的值 本来是14 那因为呢 我一个for回圈 回到前面的话 又帮我加2 ok 所以这个d0.2 是加2的意思 那i就变16了 ok 所以 ns已经是14了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16 加完之后变30 再存到前面 ns就变30了 所以意思类推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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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到多少呢 加到那个b 假如说那个题目里面要我们一直累加 加到1144的话 ok 那因为1144 假如说你直接放1144 他1144停下来就不加 所以加1的话 意思说加到1144为止 ok 就一直加 那加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那个值 放在 ns里面 所以最后我们需要得到的结果 就是ns这个值 把它print的出来 ok 所以我最后记得 把这个结果如果要写出去的话就print 然后 ns 这样子 程式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特别 特别注意 就是 程式部分的话 不外乎就是一个回圈 那顶多要记得 就是这个ns呢 你如果将来 要能够print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要在4回圈 上面一定要加一个ns等于0 初始值的时候 就要先 产生这个变数 将来print才能print出来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没有加第3行的话 将来print会出错 OK 主要为什么会出错呢 因为 你这个ns 刚开始 产生的时候 就是在4回圈里面 如果在里面的话 外面不能用 ok 所以为什么外面一定要加 就是因为我将来还要给外面的人用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ns有点像一个容器 你放在家里面 没办法用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把这个结果 把它执行一下 比如说14 然后11 44 得到结果是不是 2714 看一下结果 这应该就对了 然后 然后 OK 怎么样 那个mini有什么问题吗 开始的偶数 他本来就一定要是偶数啊 然后